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哪一篇 突然想起我们早安佛光差不多快两个月 都没有分享到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的 在人间福报的一个专栏法同社 法同社是妙凡法师以奇缘经社 就在佛陀带领的僧团 僧团之间彼此的出家人 或者跟总之就是佛弟子的这种生活中的互动 那怎么样借着某一些事情情境的产生 然后用佛法怎么去看待 我往往都觉得妙凡法师的生花妙笔 最让我喜欢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主角设定为罗侯罗 那罗侯罗的他代表的就是年轻人 就是代表着一个初学者 那他的眼光看出去 他看世间就如实看世间 那什么时候经过什么引导 他转为用佛法在看世间 就有这个这样一个转折 我就觉得很适合我们 这个也仿佛在 好像在怎么讲 引着我们 也是做如是的练习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在把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 运用在人间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经典故事 就要回到法同社来 那欣赏这一篇 这个五月份的这一篇法同社 在今年五月十五号 才前几天登出刊登的这一篇 叫做幸福是看自己有的 看自己有 看自己有 这方式这个题目就很有残味 我觉得你有什么 你大概大概了 你马上看 哎呀我有房子 我有这个车子 我有什么 我有什么 但是有一些东西 不是用肉眼看的 其实你还可以拥有更多 这只是我从题目上 第一个就会有一个想法这样 好 所以讲起来 师父说我们出家人 是平生 要过清平的生活 要在一生之中 至少有三次 大布施 大喜舍这样 把自己的全舍出去 做这样的练习 让自己 好像要接近 一无所有 但赖以生存 当然要有了 但是到 把自己的需求 降到最低就是了 我们做过这些练习 当然 日常生活中 还是有更多 再去 关照这些练习的 都还有很多的 这个成长空间 但是 我就是想说 当我们 真的真的 接近 一无所有的时候 其实内心 真的 师父要我们去体会 是用内心世界 是拥有 富有三千界 那富有三千界 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超越物质 超越表象 好了 这只是我看到题目 脑子里就想了很多东西 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 我觉得 妙凡法师用了一个 很巧妙的 这个 一个故事 一个场景的引入 因为其实在佛光山 是很重视 这些树木 花草 大自然的 这些环境 那这不是只是 为了我们要供养诸佛 为了供养来山的大众 有一个非常愉快的 自然空间 其实师父的 他的内心 还包含着 要让这些 鸟儿 小动物 这些 也是他们的家 让他们也可以 共有这个大自然 就是他们共同享有 这样 所以不是只有为人 其实为这些 小动物 动物界的 也是包含的 好 那所以对于这些树木 花草 很重视 如果说 园艺族 他会在这个 台风季节 在台湾 入秋以前 其实梅雨季 还好 到夏天 开始就有一些 这个台风 到秋天 特别是 台风季节来临之前 山上就会做一些 比较那种 这种树木 就枝叶比较繁茂的 他会把它修剪一些 但是呢 要剪得恰到好处 我们的长老也会去看 这个有时候剪得过头了 长老也会念 说这些树就 就这样子 就是会很心疼的 会觉得过头了 怎么 就很像个大家庭 我们有 有爸爸妈妈 有哥哥姐姐这样带着 交着 觉得是什么事情 我们都 都有一个 可以学习的一个依据 是非常好的 但我觉得这篇故事 让我隐约就 感觉到 是不是哪里又剪过头了 先来看看 故事呢 从这个 罗侯罗 佛子罗侯罗 他有一点小小告状 跟摄利佛尊哲讲 说我们的花都被剪掉了 有那个意味 我们来看 今天下午 我和摄利佛经过奇缘的 茉莉花区 绿色的树叶上 长了一些小白花 我说 尊哲 你又没有发现 茉莉花少了很多 好像是故意的 然后他就描述了 有一段 他就讲了说 前两个月 富者园艺的比丘 也不知哪来的自信 就将奇缘一大片的茉莉花 大幅度的修剪 原来一片绿油油的茉莉花 就只剩下枝干 和寥寥可数的绿叶了 然后他又说 我不太懂植物 还眼巴巴的 觉得会长出来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有的茉莉花 确实长出新叶 有的 则是进入告别式了 连一向温和的欧南都说 实在是太不小心了 大概死了三分之一的茉莉花 不止 欧南有意见 我把有关茉莉花 各种讯息 都给摄利佛 说了一遍 摄利佛 只是微笑地听着 摄利佛说 罗后罗 负责原意的比丘 确实是太出心了 修剪植物时 要考虑光线 水分 温度 各种问题 不周全的结果 就是这样 我说 尊者啊 你为什么都没有生气 摄利佛反问我说 我为什么要生气 这样的茉莉花事件 也给大家一些经验和警惕 做任何事 决定前 要三思而后行 我不放弃地说 茉莉花可是我们祈愿的特色 哎呀 总之啊 太可惜了 摄利佛说 是很可惜啊 但是生气 无济于事 再种就好了 幸好茉莉花没有全时光啊 这些留下来的茉莉花 纯白的花朵 淡雅的芬芳 还是给大家带来了欢喜 希望 罗侯罗啊 我要去看没有的 应当去看当下 我们所拥有的 哦 摄利佛说再种就好了 幸好还有一些花还在 要看自己拥有的 一阵阵的微风 送来茉莉的花香 花香弥漫在初夏的奇缘 我张开双背 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 此时此刻 我在 幸好 我心中一动 没头没脑的就说 尊者啊 我明白了 摄利佛说 明白什么呢 我说 幸福啊 不是拥有多少有形的物质 凡事分别计较 再多的黄金 珍珠 玛瑙 也是苦恼 相对的 真正幸福快乐的人 是珍惜 分享 自己现前 所拥有的一切 嗯 你说的很好 摄利佛进一步的说 在空性的思维里 明白一切都在变 一切都会变 凡事正念已对 欢喜 感恩 把握 稍重 即逝的当下 这是因 用勤劳 诚信 慈悲的行动 耕耘 人生 未来就会不一样 这是国 就像播种 培苗 日复一日 尽心尽力的 施肥 除草 浇水 最后 草木浮苏 百花盛放 应有 尽有 我高兴的说 尊者 星期五的奇缘读书会 我就分享 茉莉花带来的 幸福启示 保持正念 不要被惯性的习气 左右我们的心情 保持正念 不去抱怨 不贪恋好坏 不拘腻现况 人生自然 四通八达 身心自在 小小有一点长篇 但是是不是 还是一样 那种现场 临场感的 这种代入 这个老师 跟学生之间的 对话 瑟利佛是 罗侯罗的老师 各位想想 佛陀可以把 罗侯罗 在世间上 第一位沙弥 然后交给 瑟利佛 当他的亲教师 就带着他 那也可见是 对瑟利佛的一份 肯定也是尊重 所以 今天的这个场景 的对话里头 其实就是一个 从现象界 然后 然后怎么样 把它引入 用佛法去看 其实 就像罗侯罗问 瑟利佛 你怎么不生气 生气那花 就会长回来吗 从中吸取经验 就像 瑟利佛尊者 提到的 说 其实 修剪 花草 要看 它的 那时候的温度 这个 季节 适不适合 这些 外在的因缘条件 具不具足 是不是对 修剪之后 这个植物的生长 是最有力的 最适合的 从这一件事情 去看 就是小到 比如说 我们要去 规劝一个人 对他 你规劝一个人 就好像在修剪 之业一样 你觉得他什么不对 就好像哪一句 话都出来一样 你要去 建议提醒他 什么时候 的因缘 是最适合的 你要观察 适合讲的时候 这个是 无形的东西 那当然到整个 你像现在 沃泰华 其实前几天 这个有一件事情 真的很感谢 妙齐法师 那这一次有关 这个我们整个园林 这个树木的 这一些管理 照顾 养护 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新的义工 安宜 也尽了很大的力 他几次 跟这个政府相关部门 这书信往来 然后请他们派专员 来到我们的这个 建议的这块土地上 我们为什么这么 积极的说 一定要请这个 就是那种 林木管理局的专家 来帮我们看 那最主要是 当然未来的开发 这些有关 那经过一个冬天 我们在去年的夏天 做了一个动作 那就是把整个 自然林里头的 枯石的那些树木 就把它铲除了 因为枯石 我也会担心 一个风雪来 但是倒下来 打到建筑物怎么办 打到车子 打到人怎么办 所以是一定要处理 但是呢 他自然界就是这样 处理过后 我们就想 现在终于 不会那么紧密 他们都可以 晒到阳光了 期待着 在两三年 他就会茁壮 哪里知道 经过一个冬天 怎么折断的更多 有的树 那个树皮 怎么会好像被什么 就扒了一层皮一样的 我只能这样形容 因为他不是 什么动物 去给他扣掉 都不是 这是很 原来真的是风雪 消过的 然后他折断 后来 我们判断 是不是 因为他 平常时 他有很多树木 哪怕是枯木 都可以帮他 削弱那个风雪 那一旦 中间我们抽掉 想要给他阳光 做了这个处理 本来是正确 但是 这个在 你看我们在 北半球北边 那个到 这种下雪的地方 今年的雪 也都积得蛮厚 风也很大 结果就看到 有些屏障时 有的互相依靠的 现在就他自己 要靠自己 就还不够茁壮 所以风雪一来 有的就折断了 所以这个 这个的变化 让我们有点 错愕 本来想对他好 结果 竟然是这样子的 但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判断 对不对 还有后续怎么处理 所以就请了 终于就专家来了 他很好心 尤其他很喜欢 我们这个 未来有个 天佛在这里 很好 我们也遇到好人 很详细的 帮我们做了分析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确实是 因为他空了 那他的支撑不够 那就是 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这是确实的 那所以他的建议办法就是 那么再进入把一些 真的已经枯死掉 折断的 再清除 然后种树 开始种树的计划 那本来我想说 应该是整个 这个怎么讲 整个林园的规划 整体来做 但是看起来 这个我们前面开发的部分 已经一部分了 必须要去处理 所以讲起来 我看到这个音 我看这一篇 觉得好窃提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以为对他有帮助 确实也还是要这样处理 你不这样子的话 他照不到阳光 所以他就会细细的 一直往上 他要争取阳光 他会长得很高 但他会很细 其实还是 不是最好的情况 所以那个距离 还是要把它松动开来 还要再去做这些 这个真的特别感谢 我们的安怡师姐 就是用了很大力气 帮我们再做联络 后续我们都还要再跟进 我只是看着 最后呢 这个没有办法是在 以罗侯罗的立场 他我明白了 幸福就是看你有什么 他说你拥有再多 但是如果你用分别妄想去看 那个还是你不知道那种 那种幸福的 那种拥有的幸福 反而会看拥有越多 反而烦恼越多了 可能会觉得担心失去了 担心没有比别人好 你用杂染心去看 烦恼嘛 但是如果我们拥有的 不一定多 但是我们心中去欣赏它 就如同被剪掉的茉莉花 你老看着那个被剪掉的 懂得因缘正确处理是一个学习 一个经验 但另外就现况已经是这样了 那我们再来 你就不要一直看着那个被剪掉的 停留在那里 怎么样 你就看着 我还有一些 你看后面不是又长了一点吗 长了一些吗 这又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自己抱着另外一个心态 再去看 所以我想这篇文章好多层次 就很适合那个读书会去看 包含他的结语 他说保持正念 不要被惯性的习气 左右我们的心情 惯性的习气是什么 就是去看没有的嘛 就一直停留在那个 哎呀很懊恼啊 或者生气啊 就停在那里 这惯性的习气 这个确实在我们身边 前阵子有一个人跟我道歉 他说他说错话 道歉 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也没有什么生气不生气 我只是觉得 我说你要让你的道歉是有价值的 那就叫不二过 如果一再道歉 道歉就没有价值 我说我多么希望 这是最后一次道歉 你要要求自己 不要被惯性 刚好我也刚才讲了惯性的习气 就是说我生气 我很自然 好像因为我生气 所以我讲了这个话 请你原谅 我说因为生气 就可以讲这个话吗 我说生气的时候 紧守 守住这个口 你下次要求自己 我就是 不要被惯性的习气 又冲口而出 然后事后傲恼 不知道怎么道歉好 我说与我无损 但是对你来讲 这是一次一次的成长机会 所以看着是觉得很多不同层次的相应 就内心里头会跟他在对话 跟这篇文章在对话 大家听我这样讲 匆匆忙忙 片段这样跳着 最好还是各位自己看人间福报 进去欣赏好多专栏 我们只是借着妙凡法师的好文章 这么有这种画面感 然后我们又感觉到 我们跟佛陀是同一时代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子 我们都是如同罗和罗 这样子又小的 这个学习的幼苗一样的 所以很高兴跟大家分享 最主要是还是 您自己去看通过文字 然后再 你比较会有决定在哪里跟他对话 去反省他 去呼应他 大家练习看看 好吗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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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